Hello Hello 大家好 在我旁邊的有焦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焦 今天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 他們居然不遵守禁制令 是嗎?叫做禁制令 然後檢疫令 四處走 第二就是想說一個人叫張寶華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她是甚麼背景 以及她說了甚麼令我們會說她 在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跟大家輕輕鬆鬆找真相 我們先說一下 現在有很多留學生從外國回來香港 但他們的行為是令人發指的 他們不但不尊重強制檢疫令 他們還是自私 自私得來 他們還要把自己的照片放在IG 像跪跪住 覺得自己很威風 這些人不但只是自私 還要是不守法 還要是沒有人性 我想他們是小朋友 其實你看到現在香港衝出來的那些 有部份都是小朋友 他們根本就沒有分析能力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正確還是錯 沒錯 他們怎麼說 他們沒有道德觀念 他們沒有道德觀念 因為社會教了錯的道德觀念 所以他們沒有道德觀念 第一 第二是不守法 第三是自私 第四是 還以為自己很擅長 把照片放在IG 我們給大家看看 其中一個留學生 他把自己的手帶 把手帶貼上IG的故事 告訴別人 我剪了手帶 然後出去吃車仔麵 還要搞了一整天 告訴別人 那就吃車仔麵 他貼了出來 他不貼是由自可 一貼就被警察拉了 已經拘捕了 已經拘捕了 但是他不是第一個個案 因為其實有很多個案 在外國回來之後 就帶著手帶 到處走 我們其實看到有在IG上面 主要他們都是在IG那裡貼 有很多的年輕人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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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視這個強制檢疫令 就帶著手帶走出去 也有些是剪了手帶 但我覺得我們這裡 要跟所有人都說清楚 其實這件事是刑事的罪行 沒錯 他們刑事會罰款25,000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大家不要以生事發 以及你們這樣做 將萬一有病菌 將病菌傳染給其他人 而其他人因為這樣 而受到感染 還要不幸過身的話 你們就是殺人兇手 你們想清楚 不要因為自己的自私 和貪玩和懶惰 去累到別人 其實他們已經殺了很多人 間接上由九個月之前 暴動以來 已經間接殺了很多人 他們是殺了人 自己都不知道 就算現在這樣的案子 也好 他們都是這樣 間接這樣殺了人 其實他們 九個月暴動又是第二班 未必是這一班 但是 簡單來說 相信 我們估計 做得這些行為的人 多數他們都是支持暴力那班 對 主要是他們 因為他們是不會想 接著受了社會影響 受了社會大環境 那班黑記的影響 對 還有我覺得 現在 在年青一代裡面 他們這一班人 他們覺得 五大訴求 這個暴動 是潮流 他們覺得是潮流 他們不覺得 其實這件事 是危害了社會 以及間接殺了無辜的人 因為很多商戶自殺 還有一些出來暴動的同學 又跌死了 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們這個支持暴動的理念 其實是殺了人 是的 然後又要搞到 我們的警察去抓他們 真的很麻煩 我們香港的警察 真的很糟糕 說真的 又要去抓一群暴徒 你們每個月 二十一號 三十一號 都走出來搞搞 前兩天都走出來搞搞 無事疫情 現在香港什麼環境 全世界什麼環境 大家全部都在 全心全力 去對抗這個疫情 你在這裡搞一些 和你不知道什麼 交叉感染大會 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當時 醫護罷工 那幫黑醫護 他們都聚集在一起 那又是三波病菌 是的 其實是交叉感染機會 一個中就全部都中 我們其實都不想大家中 因為我們會看到 若果真的有很多人中 其實自己都沒有著數 不會像他們說 什麼三萬粉絲 這麼低能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蠢 首先第一他們是自私 第二他們是蠢 第三他們是沒有道德觀念 其實因為有這些思想的人才會這樣 還有警察真的很忙 現在警察 又要拘捕暴徒 簡單來說 警察全部拘捕那些都是自私精 是的 現在又拘捕這些傻傻傻 這些又是警察 昨天又要突擊去酒吧街 尖沙咀那些酒吧街 是嗎 是的 然後要突擊去重查 看看那些小朋友 會不會是帶著手帶 走出來玩 好像說拘捕了多少人 三十多人 通緝有三十六個人 然後拘捕了五個人 有兩個是剪了手帶 有三個還沒剪 其中有三十幾個在圖 我相信應該不止 可能有些出了都沒有被人發現 未被人發現 現在發現就三十幾個 在通緝中 所以其實有時候不得不想 這班人 我懷疑 都應該是那些不守法 都應該會是支持暴力那班 他們都沒有守法概念 是呀 是呀 通常這麼自私的應該是他們那些人 好了 我們又再說 還有一個人 第二樣 我們將會說的 這個人叫張寶華 張寶華我們簡介一下 他在2000年的時候 10月就訪問過江澤民 當時的中央總書記 他就訪問江澤民 問過他知不支持特首董建華 中央沒有理由不支持特首 特首是按法醫 依法施政 有些不支持嗎 一定要支持 除非他犯法 沒錯 你說做得好不好 那就一回事 但是你最基本 都是有一個最基本的支持 就像現在 為什麼這班人 會搞得香港這麼亂呢 就是因為 他們不單止不支持政府 還要反了政府 其實呢 支持不支持是最基本的 不是說一定支持 就是盲策 大家搞清楚 支持和盲策是兩回事 好 說回 他就問當時時任的中央總書記 知不支持董建華連任 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 就這樣回答他 董建華就是香港特首來的 那我又怎能夠不支持特首呢 然後我支持特首 你又說我陰點他 然後又再批評我們中央 說我們什麼黑商作業 他就這樣回答 就說我們陰點 其實你們這些記者 你們這些黑記 其實黑記這件事 真的存在在我們香港 原來很委內 00年已經有了 由蘋果開始就已經有了 有蘋果就有黑記 有蘋果就有黑記 是蘋果帶動黑記的潮流 是在香港的 是啊 那你自己幻想中央在陰點特首 你又把你幻想的東西 去用一個引導性的問題 去問別人 這樣就被人囂張 是 就是這條八婆 好了 我們講解了 那我們為什麼會講他呢 就是因為 他就放了一篇東西 在他的Facebook那裏 他這件事 他真的是高人 他那個想法 就是可以拍戲的 是啊 他的陰謀論高度 他就說 其實原來英國 英國 英國 先是高人 因為 原來英國 他無非 就是想用這一招 即是不抗疫 這一招 群體免疫 對 群體免疫這一招 就嚇走了那些人 英國就沒事了 是啊 他減輕了這個醫療系統的負擔 他還覺得自己很威威豬 他會把這個姿勢 是啊 真的 他為什麼可以搞笑到 明明英國是不去 明明措施的手段就是低能 就是沒有料到 以及在處理上 妄視 即是儲管人命的情況下 李居院就說 其實他這招是有用的 因為他就想 嚇走你們 我們就沒事了 你知不知道他們會說這些話 因為他們在他們心目中 這個英國爸爸 永遠都不會錯 所以 當英國做了這些 這麼低能的決定之後 他們就覺得 不行 英國爸爸很好 他一定不會做錯 他一定是有些 有些苦衷 一定有苦衷 然後就作了這個陰謀 弄出來 就幫他們去 去漂白 去漂白 或者去維穩 但是他作也不要作得這麼低能 你一聽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打了 置了頂 你一聽 那些人都以為他在拍周星馳 是假笑的 他用來欺騙傻 不如這樣想 我們如果香港政府 當時 他就說 我們香港實施這個 群體免疫的策略 等六成人感染 這樣令我們 其實是想把大陸人嚇走 是啊 其實可以不可以 如果我們 香港政府真的做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你都不發聲 或者香港政府做得不對 我就相信 你不是仇中 你是真心低能 是啊 當然不會這樣做 香港政府低能 這個政策是英國才會做的 是啊 但是他們低能到這樣 都想過方法去美化他 因為英國爸爸是不會做錯事的 是啊 所以明明他做得這麼低能 都說 其實他這樣做有苦衷 只不過想嚇走你們 我們就沒事了 是啊 他們那些思想真的很奇怪 是啊 我們又試試香港政府這樣做 是啊 好了 補充 差不多了 我們 今集時間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